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视觉加激光的方案固然是好的 但有时候看看这个价格是有点痛心 总的来说扫地机这个品类给我的感觉就是太便宜的不够智能 太贵了又有点花里胡哨 有粉丝提问3000左右的价位有没有找一台比较实在的扫地机 正好最近收到了一台这个价位的扫地机 我用下来它的避障是可以达到旗舰机的速度 还有一些是五六千左右机器 非常实在的一些功能它也有 就是这台美的零谋V12 其实我还真向身边的人做过一些调查 包括我自己测下来也是 总结一下一台扫地机比较实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影响你体验的主要是四点 避障 轻扫力 自清洁 还有它的易用性 首先是避障 美的零谋V12 它在原先的激光避障基础上又加了一套激光系统 给大家解释一下原理 像视觉识别系统 它是通过二维画面分析 而激光是通过三维的扫 所以视觉避障确实会更加直观一点 但也有可能有奇异 比如说像镜子 或者是融入环境色的物体 毕竟连人走在路上有时候都会撞到玻璃 而双激光虽然它没有视觉 但它相当于有两只三维的眼睛 可以非常准确地去分析出物体的轮廓还有方位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响应讯息 可以很好地应对错完闯入的人或者宠物 并且它可以在完全漆黑的环境里工作 就是很多人担心用视觉避障会泄露隐私 而激光系统并不会 我识算下来 这套双激光系统 它从剑图开始就非常的迅速 工作过程中对于小物体的识别也很干脆 完全不会犹豫 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对于比较低矮的线材识别可能没有那么准确 不过用下来它发生缠绕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你扫地前把线材稍微拎拎就可以了 第二点就是清扫率 不废话 我们直接上一段测试 可以看到无论是干垃圾 湿垃圾 比较顽固的垃圾 它都可以非常好的胜任 看完我们也拆解一下 它那个毛刷本身就很大 加上它的5000帕的吸力 基本上什么样的垃圾都可以吸到肚子里 然后我使用过程中 发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会扭屁股 后来才发现 这是它应对角落清早的一个方式 因为美帝林某V12你看它的机身 就比普通的扫地机要更加方 再加上它会扭屁股 所以会让它这个托部 更加的贴近角落 试试下来它的贴边清扫能力也很强 几厘米以内的物质都是可以清扫干净 还有就是它上了一个 我之前用过旗舰级才有的功能 也就是先扫后托 理论上这是一种清扫最干净的模式 但是我办公室也不脏 所以具体效果不知道 但是我用起来发现它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拖地湿臭 那先扫后通其实就有点像干湿垃圾分类 但是它缺点就是这个模式比较花时间 所以建议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选用这个模式 那第三点是自清洁 那不要以为扫地机就是用的爽就可以了 它能否自己把自己洗干净的这个非常影响体 而之前我家里的台扫地机就出现过 用了时间长拖出来的第一股没臭味 那我们还是先做一个测试 这个是前面清扫测试留下来的痕迹 我们让这个扫地机进它的这个基站 然后自清洁 你看就算是很深颜色的酱料 还是可以洗干净 那是因为它这个盘下面有很多的刮条 而且本身的托布也非常的柔软 所以就像你在用力搓这个托把一样 搓得非常干净 还有你看它烘干之后 我们把纸巾放上去 那一点水子都没有 这个是因为它采用了55度的热风烘干 那我这边没有专业的仪器去测试它的温度 但可以看到它烘的真的是非常干 还有这边可以随手取下的一个三升的大集成袋 每一个大概可以用两个多月不用换 等差不多装满直接扔掉就行 不要心疼浅 因为它这个替换的成本也是非常的低 那最后一点就是扫地机一用性 那我选的这台是非自动上下水版本 那最让我惊讶一点 它是它自动上下水的版本 也只要3000出头 就是我在同价位从来没有看到过 说一个搞笑的事情 就美帝的APP我一装之后 我最先发现了就是我出租物里的空调 其实都可以用远程控制 才想起来美帝是一个传统家电品牌 所以它不如智能家电这个新领域 还是有一点点老优势的 就比如说它的售后 如果你选的是自动上下水的版本 他们会派出人来上门 帮你安装然后调试好 而且假如你想给老人 比如说爸妈家装一台 就算选的是非自动上下水版本 还是会有人上门来安装 然后箭图再调试 你要做的就是在远程一键帮父母清扫就可以 总的来说 我觉得美帝零某V12 身上有一些完全高于它价位的功能 适合那些比较考虑产品性价比 和综合功能的用户入手 OK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三连试一下 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优化你的数码生活 那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